今年7月在美南地区举行的第三届乔营美食标章认证活动 经过乔委会和中卫发展中心两个多月的严格评选考核 选出了来自奥斯汀、达拉斯和休士顿的15家通过认证的餐厅 并且在休士顿乔教中心举行授证仪式 已经迈入第三年的乔营美食标章认证评选活动 今年针对美南地区15家中餐馆进行了环境、食材、口味及服务等方面的严格审核 最后通过了5间第一次参加评选 以及10间重新复评的中餐馆认证资格 并在休士顿乔教中心举行授证仪式 由乔教中心主任庄雅淑会出席的餐厅代表班发证书 同时也希望透过美食标章的授语 让我们的美国友人能够透过美食标章来知道 我们到底哪边有好吃的台湾料理 由梅花、稻穗和厨师茂所组成的台湾美食标章图案 设计大方容易辨识 许多经过贫选的海外中餐馆 也因为贴上这个标志让来客树大幅成长 今年乔委会更特别将三届以来 在北美13个城市获得认证标章的90多家台湾餐厅集结成册 收入在乔营台湾美食餐厅指南当中 让民众能更方便搜寻了解 哪里有最道地最好吃的台湾美食 我想乔会为了要推广台湾美食 我们把美食标章的餐厅做成了一本美食的一个餐厅的简介 这个简介我们把所有的北美地区所有乔营美食餐厅 全部都收入在这个简介里面 所以这个美食的一个简介我们会提供给所有的乔营好朋友 只要你在这个北美地区呢 你拿到这本美食的这个警戒呢 你就可以找到台湾的好吃的料理跟餐厅 几位得到认证的餐厅代表在现场致辞 分享自己的经营理念 还有人准备了炒米粉和三杯鸡供大家享用 乔委会连续三届进行乔营美食评选活动 在经过各种新闻媒体报导 网路宣传等方式推广下 已经逐渐获得消费者重视 也希望能借此疏解草包相愁 并让更多美国主流人士感受台湾美食文化的魅力 谈红外面是谢沐帅 美国休斯顿采访报导